这场感谢亲恩的活动 在小朋友的演出中拉开序幕 除了有可爱的芭蕾舞 还有西南国小带来的乌克莉莉演奏 为大家献上精彩的表演 而西达多太子的出现 更是吸引参与奉茶民众的目光 佛光山蓝阳别院住持绝来法师 带领大众助导启愿 并向众生开示 从基本的孝亲到父母以子为荣 以及上等的孝 就是引领父母亲近三宝 透过奉茶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让我们来学习 难得促进了亲子的关系 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 让我们子女来表达 对父母的孝心跟敬意 参与奉茶的家长 有的是爸爸 有的是年长的长辈 有的是年轻的母亲 他们在奉茶席上 由子女和孙子奉上一杯好茶 孩子们借此表达对父母亲的感谢 让参与活动的各界贵宾 深深感受到佛光山 在宜兰市推动品德教育 形成一股良善的城市风气 而相当的感动 如果在这个学习阶段 他就能够持着感恩报恩的心态 我相信他以后 在他的人生旅途上 不管是在事业上 社会上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成就 如果什么事情都能以 这个感恩的心态作为出发点 这个我相信我们社会的未来 绝对是和乐融融的 我们要请奉茶礼 我们把茶盘堆起来献给我们的妈妈 妈妈请把茶边堆起来 喝一杯天底下最最最干润的茶水 是由您的孩子们呢 帮您下到的帮您换个茶 家长们带着孩子来领受 佛光山安排的奉茶谢恩活动 不仅家长深受感动 还有长期跟阿嬷一起生活的童子君 也前来奉茶感谢阿嬷的照顾 小朋友留下感动的泪水 也感染给参与亲子活动的家庭 让大家相信 有信仰学佛的孩子 拥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 没有爱 有没有爱 有没有爱 有有爱 有爱 有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